以色列持续炮轰袈裟之际 野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南部的 红海城市埃拉特发射了多枚的弹道导弹 胡塞武装的攻击行动促使美国和英国军队 星期六展开了新一轮的打击 并且击中30多个胡塞武装的军事地点 美国警告如果胡塞继续在红海发动袭击 将会承担更多的后果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星期六发布声明指出 在澳洲 巴林 加拿大 丹麦 荷兰 以及纽西兰的支持下 美英联军对野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军事目标 实施了更多打击 呼吸击中了胡塞 掩埋 武器的储存设施 弹道系统 发射器和雷达等等 36个军事地点 奥斯汀指出 美英联军这次的集体行动 是要进一步瓦解和削弱 伊朗支持的胡塞组织 对途经红海商船 发动袭击的能力 他强调美国将毫不犹豫的捍卫生命 和鸿海的商业自由流通 和鸿海的商业 医生目标击地点 Maker面子 Private面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